《女生寝室》第三步 第二十四集 十几分钟之后 黑色奥迪停了下来 一座流光溢彩的小别墅映入眼帘 金黄色的木质三层小楼房 在碧绿的草坪的衬托下显得奢侈高贵 小楼房的周围种满了各种观赏树 苍翠玉滴 散发着一种令人心旷神怡的清新的味道 草坪的正前方是一条人工挖成的小河流 里面是碧波荡漾 光可见人 不时有鱼儿欢快地跃出水面 啥是可爱 冯静情不自禁地赞叹 呀 好漂亮 江一峰是颇有得嗦 笑容可居地对苏雅说 怎么样啊 这种房子还过得去吧 什么时候搬过来住啊 苏雅板着脸凝视着江一峰 眼都不眨 一字一句地说 我最讨厌和冤死的鬼魂住在一起 一到深夜 他们就哭个不停 吵得心烦意乱 一开始江一峰还和苏雅对视 但是没多久就败下阵来 扭过脸干笑了两声 啊 苏雅 你可真会开玩笑啊 我们进去吧 江一峰走在前面 似乎有些心声不宁 走路时打了个猎戒差点摔倒 苏雅似乎对小河特别感兴趣 盯着看了很久 河里的鱼也让他感到很奇怪 并非是草鱼 鲸鱼 鲤鱼这些常见鱼 而是一项有鱼中恶狼之称的乌鱼 开门进去 里面装修得果然金碧辉煌 全部采用黄色系来装饰 旋转式的楼梯 精美的花式扶手 巨大豪华的吊灯 古典欧式的高档家具 就连水龙头都是金黄色的 闪闪发亮 仿佛置身于古典的欧洲皇宫之中 欢迎两位美女 光临寒盛 也没什么好招待的 我去拿一瓶饮料 你们喝什么呀 可乐 凉茶 酸奶 还是啤酒啊 天气太热 苏雅嗓子在冒烟 想了一下 可乐吧 在哪儿 我自己去呢 哎 何必麻烦你们呢 我来拿就是了 不用这么客气 无论江一丰怎么说 苏雅还是跟着江一丰进了厨房 没要江一丰的可乐 自己从冰箱里另外拿了两瓶凉茶 我还是喝凉茶吧 最近火气太大 江一丰自嘲地说道 嗨 为什么诚心诚意给你 你就不要 不想给你的 你就抢着药 苏雅是往耳一笑 那是因为你从来不懂我的心 仿佛剩下里悄然绽放的白脸 在那一刹那间的龟里让人叹为观止 江一丰傻傻望着苏雅的笑容 竟然有些醉意 的确 江一丰还不懂苏雅的心 每次苏雅要让别人痛苦的时候 总是要先给他们一个 歉意的笑脸 现在苏雅脑海里只有一件事 找到沈家月在这幢别墅里被害的证据 结束江一丰虚伪的人生 暖色调的整体橱柜 大理石橱柜台面 白色双门冰箱 容量巨大的冰柜 大功率的烘烤箱 天然气躁 吸油烟机 大高压锅 快碗瓢 整体橱柜冰箱 还有烘烤箱 全都是空的 在厨房里转了一圈 苏雅脸色异样的沉重 她慢慢走出厨房 把凉茶递给了逢径 逢径也在客厅里 心上完毕 对着苏雅摇摇头 表示没发现什么 客厅里一目了然 除了沙发下面 没有可以藏匿的空间 苏雅用力嗅着嗅 空气清新而自然 一点异味都没有 苏雅眼珠转了转 突然对冯静说 诶 你的脸上怎么有一块墨迹啊 走 去卫生间洗干净 苏雅拉着冯静 进了卫生间 反手把门关上 四处检查一下 确定没有针孔摄像机 和窃听器 这才压低声音 对冯静说 江一峰很可疑 你有发现吗 嗯 但不能肯定 你先打电话 把萧强叫过来 我把他狗机跳枪 冯静想了想 还是给萧强打了电话 萧强的经验和水平摆在那 叫他来看看 总是没错的 萧强正忙的是不可开交 本不想过来 可是一听 冯静说 江一峰很有可能 是杀人凶手 他立马表态 马上赶当 冯静打完电话 回头一看 苏雅正对着 卫生间的 一个直径一米左右的 大塑料盆 在发呆 卫生间很大 足有三十多平米 西树台 浴缸 墙柱 地砖 墙砖 都采用象牙白 灯光是金黄色 显得是典雅而高贵 而那个大塑料盆放在这儿 显得就格格不入了 苏雅对冯静点了点头 更加肯定了对江一峰的怀疑 走出了卫生间 苏雅对江一峰说 你的卫室在哪儿啊 我很想看看 我将来要睡的床 是什么样的 江一峰做了个 很绅士的鞠躬动作 毕恭毕敬 愿意笑了 卫室里果然很奢侈 松软宽大的豪华大床 价格不菲的地毯 古典欧式的座椅 精巧典雅的水晶灯 精心设计和摆放的家具 让人眼花缭乱 苏雅在床上 用力地坐下去 绷了几下 感觉很有弹性 嗯 这张床真不错 江一峰一脸协笑 如果你喜欢 随时会用你来睡 你平时都是在这儿睡吗 看情况了 有时来 有时不来 你不觉得 这张床少了些什么吗 哦 少了什么呀 没少什么呀 苏雅盯着江一峰 轻描淡写地说 少了一条毯子 你不觉得 不知为什么 江一峰听到这句话浑身一晃 脸色巨变 狼一样地盯着苏雅 眼神寒光凛冽 冯静在一旁听得很奇怪 苏雅 你在说什么呀 少了条毯子 是什么意思啊 苏雅微微一笑 刚要解释 门铃响了 走过去打开门一看 竟然是满头大汗的萧强 萧队长 你来得好快呀 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对某个人太担心呢 苏雅兴致很好 竟然和萧强打去 别胡说 萧强一脸严肃 故意撇下苏雅 走到了冯静面前 有什么情况 冯静张了张口 想要汇报 却不知道要说什么才好 直到现在 他都没有完全相信 苏雅的推断 只是出于职业习惯 让他对江一峰有所怀疑 宁可错过 不肯放过 所以才让萧强赶过来 苏雅指着江一峰说 萧队长 把这个人抓起来 他是杀害沈家月的凶手 其实 从一进来 萧强就暗自观察江一峰 对他起了疑心了 江一峰实在太紧张 完全没有了一开始的 悠然自得 萧强没有看苏雅 而是一直凝视着江一峰 你有什么证据吗 苏雅笑着笑 证据我没有 不过 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些思路 哦 那我细耳空听 你听好了 苏雅停顿一下板着脸 一个词一个词地说 毯子 冰柜 大高压锅 锯子 大烘烤箱 大塑料盆 河底 苏雅所说的每一个词 都仿佛是一记重拳 狠狠击打在江一峰的脑袋上 打得他是眼貌金星 魂飞魄散 一直以来 他都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 计划周密 天意无缝 毫无破绽 即使福尔摩斯再生 也只会无可奈何叹息地离去 可是眼前 这个叫做苏雅的女孩 却只花了短短十几分钟 就识破了他所有的伪装 仿佛亲自目睹了 整个作案过程一样 冯静还在苦苦思索 萧强却已经如梦出行 恍然大悟 一个箭步冲过去 伸手勤拿住江一峰的手腕 江一峰这种公子哥 哪是萧强的对手 被萧强反扭着手腕 白嫩的脸蛋 紧贴着冰冷的地板磁砖 疼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比肉体的痛苦 更让他恐惧的是 即将面对的死亡 他知道 这次没有人能拯救他 如果可以选择 他宁可回到三天前 重新开始他的人生 可惜人生只有一次 有些事情是 没办法回头的 江一峰痛苦地闭上眼睛 三天前那个可怕的凌晨 再次在他脑海里 慢慢地浮现 那一晚 和沈家月分手之后 他回到了别墅 独自睡在卧室里 朝着金碧辉煌的天花板 发着呆 整晚他都没睡着 他总觉得 有什么东西在暗处 偷偷地窥视他 他的一举一动 一言一语都在那个东西的监视下 只要一闭上眼 他就看到鲜血淋漓 头颅支离破碎的娜娜 仿佛是腹股之躯本 渗进她的身体中 摆脱不了 甚至可以闻到娜娜身上 散发出来的腐烂的味道 那是人类最不能忍受的味道 别墅里灯火通明 卧室 客厅 厨房 卫生间 没有一盏灯 不是亮的 无颜六色 流光异彩 仿佛是举办豪华舞会的宫殿 她害怕黑暗 害怕黑暗里独自面对娜娜 害怕黑暗中 其他的一些未知的可怕的东西 即使远离了黑暗 她依然害怕 毯子过得紧紧的 身上汗水增增 心脏跳得碰碰之响 仿佛喝醉了酒一样 头晕得厉害 凌晨两点的时候 她接到了沈佳月的电话 沈佳月在电话中说 她想先得到江一丰家人的认可 并收到一笔保证金 才会帮她去顶罪 江一丰气疯了 她没想到 沈佳月会这样的出尔反尔 原本她对沈佳月还有一点怜惜 一度动了感情 打算等事情了结之后 对她进行补偿 谁知道沈佳月却贪心不足 舌推向 既想嫁入她家 又想从她身上敲诈一笔 保证金高达七位数 气得江一丰咬牙切齿 她表面上不露声色 虚与伪仪 变着法子稳住她 在江一丰的印象中 沈佳月活泼可爱 乖巧玲珑 是那种单纯 不安事故 没有社会经验 很容易控制的女孩 但是这次通话 让她彻底改变了 对沈佳月的看法 无论她怎么哄 说得口干舌燥 焦头烂额 沈佳月就是不为所动 牢牢坚持 她的两个先决条件 得到江一丰家人的认可 收到高达七位数的保证金 江一丰无奈 怕沈佳月 把她撞死娜娜的事情 到处宣扬 只能暂时表示 同意她的条件 等见面再做打算 这么一闹 江一丰就更没心思睡觉了 翻来覆去 想着对付沈佳月的办法 也不知过了多久 江一丰又接到沈佳月的电话 这次沈佳月 是用一个固定电话打来的 电话中 沈佳月显得很慌张 说她刚才被娜娜的鬼魂纠缠 差点吓死 不敢在女生寝室里住 让她赶紧开车来接自己 江一丰二话不说 急忙赶走 在医学院附近 一个没有人的角落里 找到了沈佳月 将她带回到别墅 沈佳月被吓坏了 什么话也不说 只知道 瞪着一双惊恐的眼睛 到处张望 随便一点风吹草动 都惊得她一惊一乍 很明显 她的精神状态极差 随时可能崩溃 在别墅的卧室里 沈佳月哆哆嗦嗦地 把她接到娜娜电话的事 告诉了江一丰 江一丰才不相信 会发生这种事情 她安慰沈佳月 说她刚才所经历的那一切 可能只是她的一个噩梦 沈佳月却争辩说 绝对不是噩梦 是她在现实中经历的事情 千真万确 这时的沈佳月壮弱疯狂 一个就是说是 娜娜的冤魂来找他们报仇 无论江一丰说什么都听不进去 沈佳月明确表示 她不会帮江一丰顶罪 甚至她还劝江一丰向警方自首 并且办一场隆重的法事 为娜娜超度 到了这种地步 摆在江一丰面前的只有两条路 她必须做出抉择 第一条路 听沈佳月向警方自首 争取宽大处理 可是蓄意谋杀即使自首 依然会受到最严厉的法律制裁 第二条路 就是让沈佳月 这个知情人彻底消失 然后花钱买人来顶罪 江一丰再三思索 还是选择了第二条路 第一条路摆明是条死路 第二条路虽然凶险 却可以险中求生 既然错了 索性一措到底 神不畏己天主地命 天真的沈佳月 还在不停地劝说江一丰 他没想到 自己心中的白马王子 在梦中以身相许的痴心爱人 将为他的人生 画上句号 江一丰亲吻着沈佳月 在他心神陶剧的一刹那 坚韧的枕巾 仿佛情人的手 温柔地缠绕到 他那雪白的脖子上 知道生命的最后时刻 沈佳月才看清楚 眼前这个男人衣冠楚楚 但却只是一个撇着人类外衣的冷血禽兽 没有一点的理性和良知 窗外疯狂宇宙 闪电仿佛一条长长的毒蛇 在黑暗的苍蝇中扭来扭去 震震雷声震耳欲聋 回声绵绵不绝 一片片落叶 在风雨中盘旋飞舞 带着对母体的深深眷恋 叹息着飘落下来 来于尘土 归于尘土 沈佳月终于离去了 带着对这个世界的无限的眷恋 带着对江一丰的无限的怨恨 一直到死 她的眼睛都没有闭上 她瞪得突起来 也许她是想看清这个世界 缺氧的痛苦扭去了她的脸 原来苹果般的光泽没有了 取而代之的是没有血色的苍白 她的身体曾经有着青春少女的清床 而现在也开始弥漫起了一种难闻的恶臭 江一丰发狂般紧紧勒住沈佳月的脖子 嘴里不停的咒骂 数不胜数的下三滥脏话 从她嘴里汹涌而出 其实这也是一种心理暗示 坚定她勒死沈佳月的觉醒 也不知过了多久 确认沈佳月已经必死无疑后 江一丰这才松开手 看着沈佳月的身体软软地滑倒到了地上 江一丰看着沈佳月尸体 突然她仿佛像受惊的兔子 眼神变得十分惊恐 一个劲地往后退 直到这个时候她才赶到了后爬 她亲手勒死了自己的女友 这次是小时的小时的小时的小时